桂花像艺术村 是位于鹿港工会堂前方的日式建筑 原本是闲置多年的日式宿舍群 几度荒废 后来经过了鹿港政工所的重新规划 以及定期招募艺术家进驻 让这里充满了清新气息 也相当有趣味性 鹿港的桂花像艺术村 最早期在清早之时 是一个乌鱼寮的地方 后来在日据时期 昭和年间 日本就在这边盖了 两排的一个宿舍群 那这宿舍群 是当年一个警察教职员 官员的一个宿舍的地方 后来在2009年 我们申请经会补助 开始做修复 在2010年 我们就开放让地方的艺术匠师 来这边驻村 你好像请问一下 你们是第一次来这边玩吗 对 第一次详细的来玩 感觉如何 感觉真的非常好 尤其有这种导览的介绍 我们才了解更多 鹿港的一些历史 一些古迹的事情 这个艺术整个看起来 就是觉得非常的心旷神医 来这边旅游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除了大家来鹿港必去的老街景点 与新开发的桂花像艺术村之外 鹿港极具特色的小吃 当然也一定要品尝一下 老板我想要一份虾猴酥 好累 好累 老板虾猴酥是这里才有的吗 鹿港的野生虾只有鹿港才有 只有西海岸这边才有 难怪都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 它养不我 它养不我所以它是野生的 它只能是野生的 对… 前面熬比较小的这个是鹿港 这个虾猴酥超大的汁 那我来试看看这个 又有九層塔又有洋葱的虾猴酥 老板刚刚说工的那个大熬的地方 会特别的脆 然后像这个母的比较小只 就只会吃到它那种身体的 小小壳的感觉 比较酥脆感会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整个口感还是很特别 这次跟着采访小组来到鹿港 是不是非常令人耳目一新呢 鹿港不再只有古老与岁月成就的美 而是在彰化县政府与鹿港政公所 共同努力下 一步步将鹿港华丽转身 而全新的玩游景点 核心青创基地 就将鹿港本身具备的丰富文化软实力 融合了彰化新一代青年们的创意设计 发展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创经济聚落 一般的早午餐厅不稀奇 今天采访小组要带大家开开眼界的是一家 能够把风景吃下肚的特色餐厅 76年次的老板李源浩 可以说是一等一的生活观察家 他擅长将眼前景象以及在地的特色 化作一道道的料理 而这些都来自他从餐饮大学毕业后 一路到澳洲打工 在Find Dining餐厅工作的历练 后来因为太想将脑海中 对料理的创意落实 决定回到家乡鹿港 实践梦想蓝图 在这些鹿港地区 大家都吃传统的小吃 全省没有从不看见这种 所以说吃了后就感觉 真的真是有特色 这么有特色的料理到底是什么呢 台湾传统小吃蚵仔煎 你一定吃过 但蚵仔煎里没有蚵仔 就稀奇了吧 不过这可不是偷工减料 而是老板李源浩的新发现 接下来就跟着小记者的脚步 揭开这个蒙面之王的神秘面纱吧 因为蚵仔煎它算是 我们鹿港有名的小吃 对然后其实小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蛮喜欢吃蚵仔煎 可是太常吃了我会害怕 所以长大之后反而我对蚵仔会有点惧怕 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食材 它叫做生蚝叶 它吃起来就会带有蚵仔的风味 那我想说这个东西很特别 那它又跟我们鹿港可以有一种连接 然后这个东西它又是素食的人 它也可以去吃 对所以我想说如果把它做成像是 蚵仔煎的这种风味的话 应该蛮有趣的 这个叶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号叶 对对对 它是台湾的食材吗 它其实是国外的一个食材 就是这几年台湾的一些农场 它开始有引进然后种植 然后大概在几年前 它已经可以就是量产 对可是因为它不是很好种 所以它的价格非常的蛮贵 我都还没有咬啊 就很浓烈的海味 就是我觉得它是带壳的蚵仔味 它不是只有牡蛎的那个蚵仔味 酸豪油它只要经过加热的时候 它的蚵仔的风味会比较流失掉 所以我是后面才把它散上去 它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西式的炒蛋 可是吃下去就会有很 在街边吃蚵仔煎的这种感觉 李源浩以西式制作酱料的手法 将番茄酱加入两种味噌调味 成功复刻街边蚵仔煎上的酱料 酸重带甜 完美搭起生蚝叶与半熟炒蛋友谊的桥梁 再搭上底层代替蔬菜的铜浩酱 这盘没有蚵仔的蚵仔煎 还是真的完美呈现了蚵仔煎的美味精髓 不过生蚝叶取得有限 是不定期才能推出的开胃小菜 能吃到的客人非常幸运喔 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你眼睛看到那一道菜 然后结果吃起来是跟 我们在庙口吃到蚵仔煎的味道是一样的 那上面没有任何的蚵仔 但是它的那个叶子啊 很好叶吃起来会有非常浓厚的蚵仔味 吃完了这道微海鲜料理 接着要带您品尝鹿港架杠的海味啦 老板以鹿港著名的蝦喉酱入菜 再搭配海鲜与意大利面 大火快炒入味 做成这道鹿港市场海鲜意大利面 因为我们鹿港本来就是沿海 靠海的一个小城镇 就是用了鹿港在地的一个特产 叫做蝦喉 这个蝦喉酱它风味就是 类似像XO酱这样的风味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 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 所以我都会把它融入到 我们餐点里面 蝦喉在鹿港多以酥炸方式 作为街边小吃 后来有在地人开始制作成蝦喉酱 成了鹿港独有的台式鲜味 加在食材中拌炒后 会带出如XO酱般的香气 再加上在地食材赤嘴背 饱满鲜甜汤汁 让入口的面条上 巴附着这融合后酱汁 咸上加鲜 让人忍不住是一口接着一口 它的酱料是用在地的 那个蝦喉酱 然后还有搭配它在地的 那个海鲜 恰吉 然后还有中卷 然后就是吃起来 我觉得比较像那种台式的 海鲜地搭里面 就是在这边才吃得到 别看现在餐厅 看似有源源不绝的客人 其实在创业前两年 太过于独创的西式餐饮 不论是价位或菜色 是不太被当地人接受的 我们会选择比较好一点的食材 去使用 那当然这方面的话 一开始可能在地的客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价位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可能 可以吃十碗面线糊 这样子 他们会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比较 那我实在不愿意在食材 这方面去妥协 所以我还是会坚持用 新鲜的食材跟好的东西 去维持它的品质 因此在经营压力下 李源浩身体频频发出警讯 后来在家人与工作伙伴的支持下 让他坚信自己是走对的路 才渐渐地先在网路上打开知名度 吸引观光客前来 更从外地人口中 轰回在地 成为本地人观光客 都肯定的餐厅 我觉得我最喜欢这里的甜点的原因是 你除了来这里吃甜点 你小孩也会印象很深刻 因为一看他们就会记得说 这是我们刚才去看的古迹 或者是刚才那个老房子的窗户 就是长这个样子 为了让在地人更认同自己的料理 老板李源浩更是不断地思考 到底是怎么样能把鹿港 充满文化底蕴的形 与鹿港的味结合 又可以提高客人的接受度 孟强这道甜点就这样悄然而生 我就是回来这边之后 就是到鹿港的每个小巷 巷弄里面走走看看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 孟强如果我用就是 法式甜点这种闪电泡芙的概念 做成这个墙面 然后在中间我们用这个脆皮泡芙 然后做成这个酒蒙色的 孟强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搭配我们用鹿港在地的 这个面叉做成了卡士大酱 那吃起来它其实看起来 不仅有鹿港的异象 可是吃下去一口也是有满满的鹿港味 孟强是代表鹿港的重要意象 泡芙的内馅满满芝麻与面茶 香浓焦汁的口感 就像是鹿港这个耐人寻味的 植补小镇 一入口就像走在老街时 闻到的正正面茶香 令人无限回味 传统的味道西式的甜点 再加上这个啊 那个泡芙酥酥脆脆的感觉 还有中间绵绵的 整个口感非常特别 而李源浩口中的孟强 现在最大的一片保留处 就位于鹿港最新的观光景点 核心清创基地里面 我们赶快去看一看 这相似度有多高吧 旺强的行程是早期台湾商业 与大陆往来频繁 每当船只回程时 就会使用砖石和绍兴酒瓮 来压仓以求平稳 后来鹿港人也会以绍兴酒 做女儿红及状元红 喝完的酒瓮就会拿来竹墙 成为鹿港当地著名的景象 因为鹿港的风很大 因此在最上方呢 他们就是用这个甕子来叠碾 那叠碾的这个甕子呢 它中间有孔隙 那自然呢在墙风呢 它就是不会被容易地吹倒了 在墙风吹洗之下 它是不会遭受到被吹下来的 但是如果说有大肥来洗的话呢 它们攀爬外施压力 这个酒瓮就会倒下来 那倒下来呢 掉到地上就会有声音 那里面的乌人呢 就会了解到 已经有外人入侵了 这是一种防盗的特色 餐厅像这样充满古味 新意象的甜点 可不是只有这样 还有另一道同样吸人眼球的甜点 绝对完美呈现记忆中 古朴小镇的老样子 我在走访这些路港的小巷弄的时候 会发现这些老屋子 很多还是会有包容 这个窗里的这个窗的部分 对 然后我想说这个东西 如果把它弄在甜点上面的呈现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感觉 刚好客人可能他从老街 这样子一路走过来 他看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可是他可能不会特别去留意 可是当他吃到这个甜点的时候 他会 脑缓中就会浮现 这个东西好像刚才在哪里有看到 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 我想要把它保留在我们的 饮食文化里面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不吃面粉 还是对面粉有过敏 所以我们是用玉米去做成的 这个蛋糕体 所以它是无肤脂的 对 所以无肤脂 对肤脂过敏的客人 他们有的时候会选择这个甜点 对 而且它整道甜点的甜味 都来自那个白香果的酸 还有上面一点点抹茶粉 酷酷的感觉 它其实不是抹茶 它是 它是香菜 点缀在蛋糕上层的翠绿粉末 既然是香菜制作而成 同样来自鹿港在地生产 老板将香菜磨成细粉末 在保有香菜翠绿的同时 又去除原有的香菜味 就连不吃香菜的小记者 也被蒙骗过去啦 而这些料理的小巧思 除了出自老板之外 餐厅内的伙伴也是幕后工程之一 我喜欢用讨论的方式 我要让大家有这种参与感 大家去决定说 我们要朝什么样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跟我的员工算是都 蛮有革命情感的 疫情期间更是所有工作伙伴 最艰辛的时刻 主要的观光客源锐减 并没有将它们打倒 李源浩带领着伙伴 进一步研发与在地食材 结合的异国风味料理 吸引在地人前来用餐 这道南洋风味加椰馒头 就是使用鹿港的特产馒头 炸至金黄酥脆后 搭配自制新马地区 常使用的加椰酱 在疫情严峻时方便外带食用 推出后也成为在地人 都爱上的明星小点 老板李源浩不仅料理好手艺 在手作方面也有惊人的执行力 眼前看见店内所有桌椅 装潢都出自老板与伙伴的 匠人之手 它原本是一个木材工厂 然后我们当时找到这个点的时候 它其实门面很小 可是一走进来你发现别有洞天 你看这个木材这些木头 木头桌子都是我们自己裁的 都是你们自己裁的 我们想说因为刚好是木材工厂 然后我们又姓李 木子李刚好就是木头 所以就是一种暗喻的概念 然后就把它呈现在我们整个店里面 这家在鹿港已深耕六年多的 文清风西式餐厅 在这位回乡青年李源浩的创新思维下 不但赋予了它对故乡新的意象 也传承了这里的文化印记 您想好下一次假期旅游的地点了吗 不妨跟着小记者的脚步来一趟另类的鹿港游 享受城市的漫步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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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